我們看一下這是電動床的遙控器 然後因為這樣改裝完之後就是找一個盒子 盒子然後把這邊就是八個遙控的 原來要按這裡的把它裝在旁邊 然後最後再放單件開關進去 然後八個就是布在旁邊 希望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就有點像這樣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自己操作 原則上先這樣 然後我們先看這一端 它去安裝在電動床之後的成功結果 再跟我們分享